老爸呀 老爸 你覺得你人生中什麼最珍貴呀 蛤 你問我最珍貴什麼呀 我一張銀行卡 不是呀 是你兒子我呀 你最大的投資是我來的 我才是你最寶貴的資產 所以你要好好培養我 你培養好我之後 你再失敗都是成功的 培養好你呀 到街上都知道你是廢柴 你很難培養的嘛 不是呀 你培養不好我的話 你再成功都是失敗的 所以呢 你不要經常那麼緊張你的錢 你應該緊張我呀 我呢 我現在我想報個慶趣班 還有我現在沒力用錢 我一沒錢我就不開心 我不開心就沒有心情讀書 這樣的話你真的很失敗的老爸 哦 我明白了 繞這麼大的圈就是問老爸拿錢 你真的和你媽媽一擔擔 動就拿錢 我懂得印銀子的嗎 我的錢留著養老的以後 哎呀 老爸你真的很笨 你一邊拼命地賺錢 放在這裡又不用 那相當於用一生的時間 來培養一個無能的後代 連我報個慶趣班都不捨得給我 那給錢我好像拿你命 不是我不捨得給你 是你讀書那麼糟糕 還報什麼慶趣班 我不如留著那些錢還穩陣 成百多萬的 我存得很辛苦的 用什麼給你花光 不可以動那些錢 連這一世人最大的成功 不是你賺了多少錢 老爸 不是你買了多少漂亮的房子 也不是你銀行家裡面的數字 難道我的成功是你 做事打爛東西 什麼都不懂的 如果成功只有一個標準的話 這個標準就是你有沒有好好投資 你的兒子我 令他成材 成材就要讓私肥淋水 幫忙啊老爸 喂 你的思維 什麼時候變得這麼敏捷 一說到拿錢 好像你什麼都適合了 那就是因為我說道理 所以對 你就算賺了天涯間 花不完的錢又怎樣 你兒子是個廢柴的話 你依然是天涯間最廢柴的老爸 所以你應該帶我去旅遊 增廣見聞 帶我去買積木玩具 培養我的創造能力 而不是你現在這樣 抱著那些錢過世 應該是拿了你成父身家來培養我 培養兒子 令他有一生的高貴品質和能力 讓你說到我真的沒辦法拒絕你 那你現在想要多少錢 要多少錢 我今天先拿著一千元 明天再給我五塊 一千五塊 好 既然我要培養你 你就要從自己做起 車庫大約有兩百斤的紙皮 你稍後拿去廢品站賣了它 順便在回來的路上 看看周邊的垃圾桶有沒有兒拉罐 空瓶這樣 撿回去賣 你通過你自己的能力 找到的錢洗起身才要成功的 兒子 這些就是培養你了 老爸你這麼賴貓的 說了這麼久也不肯給我錢 你好孤寒 這些不是孤寒 兒子 俗語有說 子孫若強於我 我留錢何用 子孫不如我 我要錢何用 對不對 老爸有錢沒有錢也好 都不如你能夠真正掌握生存之道 老爸看著你一時 看不到這一世的 去吧 撿紙皮吧 老爸啊老爸 老師呢 上次見我把這些古文翻譯得這麼好 這次他又要我翻譯李伯的 《張進酒君不見》 你說李伯 這個是燒酒佬來的 我記得這一篇《張進酒》 都是李伯喝大了之後才寫的 沒錯 我也是這麼認為 不如老爸你看看我的譯文 好了 那我讀一下 《張進酒君不見堂李伯》 你發雞馬雅 你不見黃河水在天上來嗎 流到噴噴聲直奔大海都回不了頭 還是你沒有眼看 上了年紀的老爸老母對著鏡 看著自己又老又頹的衰樣 想起年輕的時候 成頭黑髮 現在成頭白色 真是該會 其實人就應該及時行樂 想喝酒就飲飽他 傻子喝酒才會拿杯 應該要成之隊 難道拿著胸杯對著月亮懶浪漫 更何況老天鬼整把我生得這麼英俊 這麼有才華 就一定會有機會大派用場 就算現在我窮得扶轉龍 什麼都沒有 但是會有牛奶 會有棉包 會有大把世界佬 大把錢 那些什麼牛羊大魚大肉 都吃一輪 就應該一晚大飲 三百杯都未夠後的 老老昨天擔憂 這兩個燒酒佬 一杯分三次飲不行 當然不可以停 快點吞掉它 我們唱首歌 給你們贈慶贈慶 這樣大家聽著了 沒有說什麼山珍海味 敢衣肉食何其貴 只願醉生亡死不完整 自古性言多孤靜 唯有酒客傳美名 陳王當年請客你可知 鬥酒萬千也豪飲 老闆你怕我沒錢賣蛋 你儘管上酒一起喝 你老闆我變賣家產叫一條靈 買酒都要喝 我們喝到不醉無歸 不開心喝到開心為止 誰不喝酒不給我李伯 你真是寫出了當時李伯 借題發揮 借酒消愁 抒發自己 奮擊的情緒 這層當然是 但是我真的想不明白 老爸 以前 為什麼這麼多詩人 這麼多畫家 都是燒酒佬 這層是因為喝酒 會有靈感 我最近工作賺錢 都沒什麼靈感 看來今晚都要喝一杯玉冰燒 小林功夫聖 好好耶 小林功夫勁 是好勁 我是鐵頭工 無敵鐵頭工 你是金剛腿 我是金剛腿 小林功夫好耶 真好耶 我是鐵頭工 鐵頭工 高老闆你看完頭了沒有 快點出來喝啤酒吧 沒有了失辣的騷擾 整個頭都舒服了 好啦 剃完這一刀 你可以去連鐵頭工的了 是啊 為什麼你的頭尾枕 會有鬼滑符的 好像是英文名 你快點說 是哪個前人來的 神經病 你知道我也不喜歡問你的 你別動 讓我看清楚是什麼 你別動 讓我剃完這一刀 蛤? 波爾勒勒? 什麼波爾勒勒? 又真是波爾勒勒 我什麼時候畫了幾個拼音上去 我也不知道 人家就畫了青龍油百虎 你這個拼音是什麼意思 這層我也不太清楚 老婆 在我的印象中我沒有畫過這些 你不相信的話 你問問金武強他們 金武強跟我從小玩到大的 你回來了 哪有難 是你啊老公 幹什麼? 你經常說要給你一個機會 說你自己沒得選 現在想喝回酒 好 用酒量跟我說 看你喝得喝到 不用兩頭望 酒呢 我和你選好了 奪命烏鬚 你想我帶你出去喝酒 先過了這關再說吧 喝奪命烏鬚 你不是想聽我吐嗎 對不起 我是壞人 讓我在這裡卷醉你 好過外面被人卷醉 怎麼了?你害怕嗎? 你連啤酒都不敢喝 還說跟我出去喝白酒 就憑你現在這樣的膽色 怎麼跟我落大牌檔 趁現在還可以選 投降輸一半 喝一半就行了 不要怪我 是你說喝的 哈哈哈哈 你說我喝不到 笑死我了 全世界都知道你不能喝 你真的要喝? 你想真點 喝完之後你的頭髮會發聲 想不到你真的夠膽死 連奪命烏鬚也夠膽喝 嗯 就憑這樣的酒糧想拿我出去喝酒 如果喝酒為了快樂的話 那喝醉應該是為了極大的快樂 吐是對酒最基本的尊重 你今天吐成這樣 我已經看到你對酒極大的尊重 我已經很盡力了 但始終還是醉了 我知道我在你心裡喝酒好事 自古以來劈酒應酬 都是我們男人的天職 你還是留在家裡煮飯仔 現在全世界都知道我哥老陳任特 你這樣的酒量出到去 豈不是罵我假 你真是以為廣東境內未醉過 這個生蕉牌是浪得虛名的 是否喝了二十幾年 喝到圍村洞換回來的 你究竟當我是甚麼 是?在家裡我是你老公 出到去是酒作上面 我還是酒油是對手 我告訴你啊羅尤蘭 不要讓我一大排檔見到你 不是的話 我一樣照劈你的 我現在警告你 你別恐嚇我 我現在吐都沒怕 怕你劈我 好 魚光光照地堂 奶宋你乖乖粉落床 嘩有沒有搞錯 誰這麼黑心啊 把奶宋放在走廊都有的 魚光光照地堂 奶宋你乖乖粉落床 聽招阿侄 我還要趕功課 我阿爺你老爸 真是無陰功啊 睡吧快點睡吧 奶宋 魚光光 是神朝流流吵三寒 包屁仔 你替我炒好你的奶宋 你阿爺我不是記得閒 待會我約了旁邊 老王去捉帳棋 為甚麼你的黑眼圈這麼大 昨晚是不是通頂打機 甚麼通頂打機 都算黑心的 阿爺把奶宋一個人放在走廊 我昨晚通頂照天國奶宋 阿爺有空說一下奶宋 真的要我抱著他才肯睡 兒子真的很難照 我還有很多暑假作業未做完 長命功課長命助 你搞定他 我先出去 真是無陰功 我是小孩子 叫我照嬰兒 搞到我整晚都無法睡 阿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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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呀 媽媽出來呀 為甚麼要順著用蛙鬼 叫下包屁仔 你說甚麼呀 你快點搞定你兒子 他搞到我整晚都無法睡 我抱著他又哭 放著他又哭 放著他又哭 還要哭到鬼死那麼大聲 我想當年我和黑妹分手 我都沒有那麼淒涼 哭到 我只有十多歲 我這個年紀應該去玩 不是叫我照嬰兒 你拿著我 我不照嬰兒 我要告訴爸爸 你們兩個真的很自私 阿拉叔 阿拉叔 把我幾條褲子 哼 現在的小孩這麼不錯 老爸 你和我站在這 又幹甚麼呀 你和我回去搞定小孩 你都算自私 老爸 生出來就算了 三更半夜 把弟弟扔在走廊都有 你們兩夫妻有沒有人性 甚麼沒有人性 生出來就算了 誰照嬰兒就一樣 你不是他大哥 甚麼呀 現在弟弟的奶粉子 都是我鼻子的 你現在養弟弟都養不起 連照嬰兒的工作都交給我們 搞到包皮仔 昨晚通頂照他拉縮 在這個時間 你竟然有心情去公園捉獎 豈有錢 你的臭小孩 敢和老爸說話 是不是生恨 停手啊老爸 老爸 你七十多歲 這時候我真是想說你 你可不可以生性一點 老爸 這麼辛苦 這次老內得子 你竟然不照牠 出去捉獎棋 我知道你現在很威 跟我們家族 江中耀祖 開枝散熱 我想跟你說 你既然有本事 生得出來 為甚麼沒有本事照大牠 要交給我們 我現在跟你說 你最敢下去的話 我斷了奶粉供應 你自己搞定它 喂 臭小孩 要不要去到這麼盡 你那個弟弟 晚上哭過不停 我真的不能睡 不要跟我說這些 老爸 你自己收拾吧 我和你養了弟弟 已經很仁慈了 你還不回去照顧你兒子 是不是還不想去捉獎棋 花樹昌 現在捉午放工時間 你不休息 你去哪裡 現在公司人手不夠 老闆又想說換駕新車 叫我幫他爭取做好公司熱職 我聽到這樣的情況 我吃飯都沒有胃口 我隨便吃了個包 喝口水 我現在要去加班 這樣的時勢 有班家又不怕 你有加班費 甚麼加班有加班費的嗎 為甚麼我從來沒有收過 沒有加班費 你又這麼下力 去加班幹甚麼 那當然是白做 你看我吧 我們老闆每個月 給我們 雖然他有時候周轉不靈 遲些發工資給我們 但都是給我們的 跟他免費加班 沒甚麼的 現在上班都是朝九晚九的 就算老闆給我加班費 我也覺得這些是不義之財 根本就不是我應得的 無功不受錄 我就要我那份基本工資就夠了 我那份人就是這樣的 我不貪心的 照這樣看來 你真的很怨愛這份工作 是啊 我老闆經常說 我們現在有事做的今天 都是昨天失業的人 所奢望的明天來的 還有我們煙眷的目前 是將來失業後 回不到轉頭的曾經 我們要珍惜現在的工作 朝九晚九是我們的福報 不是吧 你老闆真的這樣跟你們說 關鍵是你還這麼相信他 我當然相信我老闆 你看我今年37歲 老闆都沒有炒我魷魚 現在很多地方 不請80後的了 我們做人要講良心才行 對著老闆現在對我這樣的恩情 我只能夠鞠躬巡水 死而後已來報復老闆 不是來報答老闆 你的覺悟那麼高 那你老闆有沒有稱讚你 有沒有表揚你 那當然有 好了老闆經常稱讚我國不高 他還憑我為勞動飆兵 那其實哪有飆兵不飆兵 我只不過是 將人家吞泊的時間 用在工作上面 所以在公司 大家拿一樣的工資 每天我是做事最多的人 還有啊 我今年又被老闆評選為優秀員工 他很看得起我的 優秀員工 那優秀員工在公司有什麼福利 你說說福利 你不要那麼大聲 讓我老闆聽到不行 正正因為我是優秀員工 我這麼優秀的人 我不可以提條件的 要講心的 哦 你說跟老闆講心 挺好 五一假期有人跟團去坐飛機旅遊 有人駕車自駕遊 我集完一個見過坐電動街去旅遊 大驚小怪 你都沒見過穿榮褲去旅遊的我啊 五一我可以去哪 高速塞車不見 省錢的我減低消費出去就算 最路上被你看見 雖則相差好遠 駕駛車看風景超級滑酸 就算塞車我想走 我當晚有電便能即走 看今天想開開不了暫自受 你不要唱啦 你們兩個沒事吧 還說自己是老司機 還好說 因為都是你 每次開口唱歌都沒好東西的 自駕遊兩架車變一架車了 還不熟睡我了 有我們開啊 口水威坐後面抱著阿超 你自己的啦 我手車很爽的 你不要抱我啊 停車啊 停車啊 比我慢走路啊 一天都是你的站車軌 剛才開車開得好好的 一路走路向天崖 向天崖 去旅遊啊 我都說了啦 今年的大環境不好 很多人窮遊的嘛 前面好像是珠江河 穿過珠江河就回到廣州了 不過要游水過去的啊 不是吧 我打算這一棵五一窮遊 不是真的打算看到河裡游水的啊 看來這一棵的假期五窮遊都要游的了 排骨超你的煙軌 放這麼多煙體身都有的 喂 做什麼 你身上還有的嗎 說你這樣吃法 真是因著生肺癌啊 好了 我也要下去了 還在這裡忙 走吧 喂喂 慢著 等我啊 焦老闆 我無色遊水的 你不是想我背負你嗎 我自己都是泥菩薩過河而已 哇 真是鼓舞到珠江河的美景真是太壯觀 此情此景 我都要入屍一手的了 珠江後浪推前浪 前浪史序沙灘上 你知不知道啊 焦老闆 我坐在你的肩膀上面 深深感受到做資本主義的快樂 快樂? 什麼意思啊 你當奴隸嗎 我心臺你過河而已 那你自己走過去啊 哎 喂 高老闆叫我耍你啊 你這傢伙懂游泳的 你不是啊 馬口水威 你自己說你不懂游泳的 是啊 沒錯 我剛才說不懂游 我現在懂游了 哎呀 現在人真是無功德心的 在珠江河游泳 那些內褲到處丟 哪個的 那褲是我的 幫我丟過來 不是啊 馬母公主在這傢伙也有的 是啊 就你過年了 你們洗了垃圾了嗎 昨天年二十八我忘了洗啊 什麼這麼巧啊 我們也是啊 不如現在洗啊 剛才阿昌不提起的話 我還打算年初一才洗頭 嗯 吃猛你啊 過年洗頭 洗頭這家東西當然是趁早洗的 過年不能洗頭的 啊 過年不能洗頭 為什麼 還問為什麼 過年洗頭洗走財運福氣 沒有運行的 喂 你們洗完沒有 快點吧 待會我還要洗澡 我們現在過年前 洗完垃圾 過年就沒有洗的了 過年不能洗的 過年要聚財的 老爸我打算 待會去書店買半書 哎呀 你這個臭小子 新年流流買什麼書 當然是買贏的了 你昨天買拖鞋 我想告訴你 新年流流買什麼拖鞋 拖拖聲這麼難聽 當然是買褲 富貴嘛 富貴又榮華 那老爸買書 就說去書店 買贏去哪裡買啊 買贏當然是買通性的 哎呀 還有啊 新年流流沒有扮勤力 和我掃屋 為甚麼 哎呀 新年當然是聚財的了 你掃走了 新年沒有運行的 那我飛過法德吧 哎呀 你飛什麼 新年的運氣被你飛走了 我們過年很多事情不能做的 我剛才看到你靜雞雞拆鞋 新年流流不可以拆鞋 過了元宵才可以拆的 你這堆堆的 把鞋子錢交給我 我幫你保管 等你大個兒子 草老婆給你 過年那麼壞 什麼都不能做 哎呀 壞什麼壞 所以說過了 大吉利是 過年很多事情不能做 很多事情都不能說 特別不吉利的說話 知道嗎 過年說好不說壞的 見到人說好說話 才有利是收的 那我講甚麼 講甚麼 你不會說可以唱的 你看到人就可以唱 忠心祝福來 真心祝福來 達到真善美 又或者是 恭喜你 恭喜你 大家新年天生氣 賺錢多多少少氣氣 買屋買田又買地 然後恭喜何喜 喜上加喜 慶相喜 別人聽到你唱得那麼吉利 一定封過大利是給你的兒子 老爸 你在我面前唱 我沒有利是給你的 我跟你說 我們這些絕世好男人 都被你嫁到 你真是撿到了 有難 為甚麼好男人 遇不到好女人 因為人家是海王 你就是一隻水鬼 我見到你就煩 你煩 是因為你沒有走到我的內心裡 我們男人就像洋蔥一樣 你明不明白 你想見到他的內心 你就一層一層剝開這個洋蔥 剝洋蔥? 我每一次剝掉這個洋蔥 我都流了眼淚 在你剝開這個洋蔥的過程中 你越來越了解你的男人 流眼淚是一定的了 這些就是生活 是婚姻 問題我剝完了整個洋蔥 我發覺裡面根本沒有心 心去了哪裡? 下一個洋蔥裡面沒有心嗎? 應該就是你剝這個洋蔥過程中 就太過粗暴 你剝碎了 你就用這個洋蔥來形容你自己 你經常這樣傷害我 導致我流淚 那女人是什麼? 你知道嗎? 女人是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 我們女人就是雪梨 她外田內酸 吃雪梨的人 永遠都不會知道 雪梨的心是酸的 這層當然是不知道 通常我吃雪梨 吃到最後 心我都是丟掉的 所以就說你的男人 不知道我們女人的心 我發覺我們真是雞和鴨講 硬碌碌碌 沒有共同話題 你跟誰都談得來 就是跟我不合談 你跟其他女人談到手機沒有電 跟我談兩句就吵架 你見到其他女人 都覺得他們需要保護 還經常出去洗腳 說什麼一怒為紅顏 見到我 就說我 說我需要獨立堅強一點 一個人搞頭家就行了 你真是渣男來的 不是吧? 連渣男也罵出口 我罵你是渣男也算輕 你對著其他女人 就大方溫柔 對著我 就好像頂心慘 簡直就是過河賊拆招 你就是敗類 你就是 娜有蘭 你冷靜一點 大家的感官不同 別這樣說我行不行 在你眼中 我就是家花裡的黃便婆 你夠膽讓我出去威風嗎 我輕輕打扮一下 我一樣是其他男人裡的 一對藍色妖姬 你現在言我啰嗦 不想跟我聊天 我現在是不想聊 如果不是的話 想跟我聊天的男人 在廣州排隊排到清遠 好了好了老婆 對不起 是我錯 Saw Hiley 對不起 救命啊 我把你浸死了 救命啊 濕透了 三更半夜你叫什麼 喂 你有沒有搞錯 十幾歲還畫地圖 你當場游泳池嗎 還要東泳 你很久沒有做這些事 不是吧 老爸 你聽我解釋一下 這件事不是你想的 你什麼都不用解釋 你跟你媽媽解釋 我真的要批評一下你才行 宣示主權不是這樣畫法 世界多大洲 你看看你自己畫的地圖 這個是亞洲還是什麼洲 你說什麼洲 老爸 我想應該是珠江三角洲 看來明天你媽媽猶豫跟你洗床單 你叫我怎樣跟你隱瞞 你塞不塞禮人 你呀老爸 你先聽我解釋先 剛才我發惡夢 然後嚇醒了 嚇到你哭了 那就哭濕床單 哭濕床單 哭濕床單 哭濕枕頭我就聽過 曾經不少錢人為我這樣做 但是你說哭濕床單 也是第一次聽的 你睡覺 你喜歡腳踏枕頭的 倒轉你睡覺 老爸 我不理你 你無論如何 都要跟我保守秘密 如果我明早聽到有人唱我畫地圖 我就包你大鑊 我就將剛才我發的惡夢 公之於眾 豈有此理 男子漢大丈夫 夠膽做夠膽認 你發惡夢也當真 誰相信你 還想威脅我 我待會就告訴你媽媽 你畫地圖 你說就說 待會我跟媽媽說我做夢 我夢到Mr. Wong跟你一起 還夢見你張阿姨 林阿姨 還有很多Auntie 跟你說 老爸 我這些叫做日有所見 夜有所夢 到時看看媽媽相信誰 阿仔 剛才說老爸說話的語氣有點重 老爸很誠懇地跟你道歉 對不起 還有你張床單 老爸跟你現在換了它 我就跟媽媽說 是你正為喝水 你不小心打捨 這樣做 你滿不滿意呢 老爸 這壹事不是你洗一下床單就算了 我這幾晚 經常因為這個夢 經常驚醒 我現在需要幾百元 試在枕頭裡定驚 我相信從此之後 我不發惡夢 放心吧 兒子 你的惡夢就是我的惡夢 我現在立刻和你去準備一下 老爸 我聽說你很厲害 你懂得說八種語言 是啊 濕濕碎 我懂中文、英文、粵語、潮州話、客家話 以及廣西貴流話 很多的 那老爸 你可不可以教一下我的英文 我的英文 不是很懂的 沒問題 教你英文 在我訓練你的英文之前 你和你講一段故事 當年哥倫布航行了很久 他終於發現了一片新大陸 正當他不知道怎樣 明明這片新大陸的時候 剛睡醒的廣東水手 就走到甲板 很好奇地指著新大陸 就問到 這是什麼 剛巧被哥倫布聽到 這片大陸就被命名為 美國 照這樣看來 哥倫布真是多謝我們廣東人 不好了 現在老爸訓練一下你的英文聽力 中文 貧窮的人 英文怎麼讀呢 哎呀這個我忘記了 可不可以給你提示我啊老爸 好吧 只是還你一次 P-O-O-R G-U-Y 我知道了 貧窮的人的英文是這樣讀的 P-O-O-R G-U-Y P-O-O-R P-O-O-R 你的法音不是很準 應該這樣讀 接著我再考一下你 荷蘭銀行支票的英文怎麼讀呢 我知道 這個英文叫做 荷蘭班察 差不多了 應該讀作 荷蘭班察 說到銀行當然有交易 交易的英文又怎麼讀呢 我交易的英文我知道 D-E-A-L-DU-E-L 這個英文正確的反應是 那正說這個單詞呢 是賭入了 是交易的意思 那麼交易推辭了 毫無二問 那麼英文怎麼說呢 這個因為太難 老爸親自示範一下 叫做 那你有心做生意的嘛 當你聽到交易推遲了 還要是毫無疑問 你當然是很不爽的 你就要回答他了 就要回答他 不可以再推遲交易了 英文應該怎麼說呢 交易不可以再推遲的英文是 如果覺得在這個句子裡面不夠友好 可以多說個Hi 見到你的英文用到出神入化 老爸就放心了 你以後跟外國有人聊天 記得多帶點我們中國文化在裡面 你放心吧 老爸這方面我會做的 兩位我們大排檔出了名快 需要吃什麼呢 我們這裡包羅萬有的 我點餐都是出了名快的 你要記住 同學煮三碗牛腩湯鵝粉 一個大碗一個細碗一個中碗 細碗和中碗打包 大碗在這裡吃 中碗走青多放辣椒 細碗不走青少放辣椒 中碗煮久一點 細碗正常煮 大碗煮多一會 細碗湯要多一點 細碗加多份牛腩 中碗不要青菜 中碗的青菜放在細碗那裡 大碗不放雞精 中碗加豬雜 細碗少放辣椒 大碗要沒火 中碗用沙煮煮 細碗隨便煮 打包一份袋裝一份合裝 細碗放多一點酸材 中碗加多一點豆角 大碗在這裡吃 煮好放在隔壁桌 蛤?煮好放在隔壁桌? 是的 我習慣了攤凍才吃 是時候到你點了 那跟我們兩份炒牛河 一份豬雜湯河粉 炒牛河一份大份一份細份 豬雜湯河粉要細碗在這裡吃 大份和細份的炒牛河要打包 小份要濕炒 大份要乾炒 大份加多一點青菜 細份濕炒就很青 湯河粉不要辣椒 細份濕炒加多一點辣椒 乾炒不加蒜頭 細份濕炒牛河不要青菜 乾炒要合裝 細份要袋裝 湯河粉要放多一點湯汁 乾炒牛河小放煙 沒有炒太乾 濕炒牛河沒有太濕 煮集湯河粉放多一點雞精 大份和細份吃完在這裡打包酒 伙計說了這麼久 你寫好了沒有? 這位先生和太太 不如你們過煮吧 我也不知道你們兩個說什麼 還說在這裡出菜有多快 怎麼猜都記不住 真是雲吉的 浪費我的口水 你在變聰明和不變靚之間 選擇了變態 為什麼我們結婚之前 你從來都不查我的手機 那時候我都沒想過結婚 查你的手機幹什麼 問題結婚之後 你都沒看過我的手機 我也沒想過離婚 查你的手機幹什麼 那我跟你結婚這麼多年 我連一份似樣的禮物 都沒送過給你 你真的不生氣過我 你連個人都是我的 我要禮物有什麼用 你? 你心裡面真的這麼想 是不是真的? 娘夫妻在一起過日子 有家裡回來 有人等 回來有飯吃 有湯喝 這些就是你給我最好的禮物 我們在一起生活 不一定要來吵架 其實我們真的可以做到 以禮相待 我們可以做到 舉案齊眉的 但是呢 我常常在家吃飽就睡 五二多年 我連紅包都沒發給你 你會不會覺得委屈的? 你不說又是吧? 你一說我成把火 你不單止不送禮物給我 你還在賺錢和儲錢之間 選擇了洗我的錢 你在變聰明和變靚之間 選擇了變態 你愛錢多於愛我 你說你是不是變態? 還有 你在發達和發光之間 你選擇了發孝 天汗地到 穿超短裙 你都不知道你現在什麼身材 你發了腹 我還未講完的 你在正常和無常之間 你選擇了失常 我都未說你 你在脫貧和脫俗之間 你選擇了什麼? 脫髮 還有 你在孤獨和孤直之間 你選擇了孤寒 你在擺攤和擺爛之間 你選擇了擺款 你在生兒生女之間 選擇了生生失 再遲些 收完磁瘡也不奇怪 你在健身和健全之中 選擇了健忘 還有你在洗碗和洗衣服之間 你選擇了洗我的錢 你在發達和發衛之間 選擇了發電 你在有車和遊樓之間 你選擇了有病 你這個臭老人 你敢說我 我都未說你 你在吃飯和吃包之間 你選擇了吃蕉 好了好了 我們不要吵了 不要吵了 我剛才說完 虧妻百財不入 我們老婆 才是男人最大的家產 所以我不想失去你 我也不想破產 這個膠 我不想喊下去了 你不是喊不下去 你是說不說我 老爸 我寫完作業 我才看電視的 我不是問這個問題 我是問你今天考試考了多少分 你可不可以沒有一見面 就問我考了多少分 派了多少名 奇怪 你這個臭小子 關心你的學習 還不給問 當然了 老爸 你還是沒有問 我這樣做 都是為了你好 為我好 為我什麼好 你沒有拆開這個話題 我在問你考了多少分 怎麼了 看你的樣子 好像很不開心 你剛才說你為我好 為了什麼 為了你的身體 你的血壓那麼高 你沒有問我考了多少分 萬一真的被你聽到這個分數 你受不了 激到當場呱柴 那怎麼辦 留下我和媽媽 你叫我孤兒寡母 怎麼辦 我怎麼說日子 你是不是想我做孤兒仔 你以後不准你再問我這樣的問題 怎麼這麼出聲 聽到沒有 聽你這麼說 又好像你全都合適了 等等 差點中了這個套爐 我問你今次考試多少分 跟我說這麼多 你以為我聽不出 你又想搏大帽 不是啊 老爸 我為了不影響你的心情 你還是沒有問 不如你問回其他問題 例如問我吃飽味 喜歡吃什麼零食更好 你放心吧 阿仔 我的心情沒有問題 心態又平和 你說是吧 考了多少分 心態再平和 聽到我這個分數 都會抑鬱的 老爸 為什麼呢 你就是要拿苦離身 你這個臭小子 我沒有時間跟你扯來扯去 你快點說 你考了多少分 你看看你的樣子 老爸 我剛才還說平和 你現在吹鬚閉眼了 你知不知道 你現在爆了青筋 奴火攻心 我一看你的樣子 就知道你想要動我的了 我是不會接受你的威逼的 我是嗎 對不起 乖兒子 你考了多少分 親愛的乖兒子 告訴爸爸 老爸 你的臉色變得這麼快 你真的起怒無常 我更加不敢說 你這個臭小子 我問你考了多少分 你是不是想激死老爸 找山壞 快點說 你別生氣 老爸 我說 隔離屋的茅頓 說考了99分 我現在是問你考了多少分 不是問別人 是你叫我說 老爸 我考了50分 你沒生氣 什麼 才考得50分 人家隔離屋的茅頓 說考99分 你只有50分 一樣都是美士汪教你 一樣都是這個課室 有什麼不同 為什麼差距這麼大 老爸 你千萬不要生氣 我按足你的要求 真是搞笑 我什麼時候要求你考50分 你別裝裝裝 老爸 你經常在我面前說 我有教你那個茅頓 說一半那麼好就可以了 我現在多給你一分 別人考99分 我考50分 我真的撐不住了 我胸口痛痛 給我去櫃桶裡 拿個救心院過來 兒子 你在學習上有什麼不開心 記得跟我說 我知道了 老爸 為什麼無緣無故說這些 因為這幾天我收到消息 有一個小小年紀 居然是天台一月以下 就這樣他的父母 因此留下了永遠的愛上 這個世界這麼多美好的東西 他都未來得及認真感受 就這樣消逝而去 令我想起我小時候 你小時候為什麼 我小時候經常做事打爛事 那時候心裡經常想 一定會被你爺爺罵死 讀書又差 效得幾十分 那時候都怕死你媽媽 會藤條燜豬肉 打獲金的我 不死都一身殘 在學校上課搞笑動作 就不時被老師見到 老師見到 就當場課堂批評我 搞多成班同學看著我 魚董的臉都紅小 那時候真是想找個洞鑽 老爸你小時候這麼白煙 時隔當年想起身而家 以前小時候犯下的錯 以為好大件事 實際上好小事 又或者根本都不值一提 人生在生死面前 什麼問題你都是濕碎事 那老爸你都看得幾開 所以你的心要打開一點 我作為一個九年義務教育的流氓之餘 到現在都覺得很開心 平衡一下心態 大家都可以開心面對困難 做人這件事沒有一定的指標 誰說做人一定要金榜提名 一定要弘圖白熱 有多大的能力做多大的事 不要好高望遠 努力了就行了 有什麼遺憾的 我認為開心是成功的表現 天不生無庸之人 地不長無庸之草 人各有天父 不是說每樣東西都跟成績掛勾 我個人認為 我們的目標就是快樂地生活下去 周存自己才可以愛更多的人 所以開心很重要 所謂的分數、銀子 不要想那麼多 那些都是數字 就算想多了 你也不會多的 壓力遠於心緣 心只有這麼小 它的容積可以裝作多大壓力 我寧願裝作快樂 所以不要理會3721 把所有的負能量 所有的情緒負面 放下它就對了